刚才你讲的一句话 我们周时讲Intelligence 我们讲Intelligence是讲我们的知识在内的知识 不过你又用一句话 那些人实际的知识是Intelligence在外的进来 我们吸收到外的知识进来 加我们有记性 有记忆力 这个是重要的 刚才我看他这样讲 我想到 为何我们看这套戏 为何我们爱这些什么 Ex-Delligence 不过危险在哪里 Ex-Delligence的危险在哪里 外的知识进来 这个危险在哪里 它的影响力 清奇清奇 你看那些书 你看那些戏 你听人说 你不要全部摸在身上 是真的事 不要摸在身上是真的事 谁说 谁说的 你要用你本人的 耐的知识去分析 这个就是 用你的Intelligence 用你做什么去分析 那些书没有说 那些书没有说 他只说 我们有Intelligence 在我们进去 我们不懂得多人 我们的 是Ex-Delligence 外的知识 我们要学 我们吸收到 我们有记忆力 但是重要的 知重要的是 不是记忆力 不是那些东西 你吸收你的 知重要的是 拜天公 你要知道 是你的分析 都是你用你的Intelligence 来的 知识去分析 这个很重要 看电影也好 我讲也好 你知道没有我宣传 早二十二年 二十三我讲的 我讲什么 你都不相信 你要回去 踏高 去枕头 你以为对 你应接受 有没有 一爱你 我这样说 为什麽呢 我要你人 用你的 耐的知识 去分析 这个很重要 你不要 你不要用你来 去分析 你拜执 反而你拜执 叫做什麽 盲拜 盲拜 有很多人 跟来盲拜 他们 他们 反而有很多 他们说 话 为了去盲拜 他们这样跟他说 他这样接受 其他人跟他说 他不接受 就不接受 在教的方便 那些盲教话 很多 他们说 只有去说 没有你去说 拜天公 不说 有时我说 你有什麽去说梦 你有什麽去问梦 我说 我说 你都不要相信我说 人家说你都不要相信我说 你用录的领感知是 可能你会有所法 所以你去接受 不知你太女生 可以这样吗 你